身為國內歷史悠久的路跑活動之一 二零一四三商企業盃公益路跑賽 將於十月九號 在總統府前凱達格蘭大道盛大登場 預計將吸引多達兩萬人到場共襄盛舉 今年除了趙冠麗 有十公里的競賽組和三公里的趣味組之外 更增設了一百組的盲包體驗組 由電影逆光飛翔的男主角黃玉祥帶頭 號召市場同胞一起來運動 其實盲人可能比較不方便 就是可能需要有一個人帶領 但是就也是希望大家能夠 算是走出來 那可以來很愉快的來 不論是參加這次活動也好 或者自己也可以 自己也可以多運動這樣子 今年的三商路跑已經邁入堂堂 第二十六年 為了落實傳承的精神 主辦單位特地找來永遠的全力打王 當年重化職棒三雙湖的邱哥林仲邱 前來站臺 事前也是職棒退休嘛 職棒退休很容易 幾乎都常常融入在一些團體啦 然後參加這個路跑三商的企業盃路跑 也是屬於公益的路跑賽 也是蠻高興的啦 林仲邱和黃玉祥一位代表著國內體壇共同的回憶 一位則透過這次的盲包體驗組 點出未來體壇努力的方向 透過這樣傳承的概念 要鼓勵越來越多社會上的弱勢族群勇敢站出來 真正達到全民運動的目標 好 請就讓採訪報導 好 請就讓我回憶發 好好 好 會不會我 immer太大了 好好 好 好 好好 好 會不會我 好